地上脏了 地上脏了 对啊 魏丑 你昨天说一天四百块钱 不包括打杂了 对师父直呼其名 你懂什么是尊师重道吗 好 师父 你听不听我说的呀 是不是只打太极 不打杂 你有见过哪个师父 自己做家务的吗 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 我们现在一半算雇佣关系 一半算师父关系 是不是可以加点加 那你也可以现在 直接跟我解除这种 一半雇佣的关系啊 师父可以吃饭了 我今天没有把酱油当成醋 然后也没有炒芹菜的叶 炒的是净 你尝尝我的这个猪蹄汤 你上次不是说好喝吗 我这回煮了一大锅 今天不是很想喝汤 不行 我好不容易才熬的 你不想喝 我不行不行 我喂你 真好喝 好喝 好不好喝 我都不舍得喝 都给你 那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去上课了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 我最近要进入考试了 我还没复习呢 你可以来我这里复习啊 我来你这儿给你当牛做马 我怎么复习啊 你不想来也可以 真的吗 下次 当我再见到枫叶的时候 我要好好跟他聊一下 关于你欠款的事情 你就知道我没嫌我 谁怕谁啊 行行行吧行吧行吧 我知道了 我会老二回来的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好 是外卖吗 最近研 세во 去吧 Real 你也是我最得意的门生 夜里 月光光刘 新光光正是作画的好时光 你入学表现优异 自然有慧眼十珠 老师 你是不是 爸 欠款了 我的什么意思 赶上 тем